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在懂镜的阶段要不要打拳的时候要懂镜 他说我们说推手的时候要懂镜 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镜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 我们回复一下 自己打拳的时候也要懂镜 也要懂镜 而且是必须先懂自己的镜 知己知彼一方能百战不戴 就是说你自己要懂镜 脚上的镜到上面到下面 这个镜会随着气的运行它在走 那么镜是活的 这个镜是可以走的 那么这个自己懂镜还不行 还要懂对方的镜 知己知彼还要懂对方的镜 那么这个朋友的留言是说 推手的时候要懂别人的镜 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镜 我们回答的很明确 打拳的时候也要懂镜 打拳只是懂自己的镜 而不懂别人的镜 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步来说 打拳的时候懂自己的镜 如果你懂得你所懂得打拳的镜 没有经过推手 在推手中间 在实际的操练当中 搭手和对方对抗的过程当中 检验你自己懂得这个镜 对还是说 推手就是检验你打拳的镜的对处 你自己认为打拳的时候认为懂镜 但是呢 你还要通过推手来检验你自己的镜 自己的体悟 自己的体会 对 对 在推手当中如果不能运用 运用的或者是达不到你理想的效果 就说明你的体悟是错的 你的体悟是错的 这就是说呢 所谓的就是说 我们说要懂镜 打拳的时候要懂镜 但是呢 这个懂镜 不一定是对的 要必须经过推手来检验你自己打拳的镜 对 那不对 就要改 就要改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懂镜 这个昨天的视频 我们这个民歌聊太集 谈实不谈虚 我们不谈那个理论的东西 我们就谈实际的东西 就是昨天的视频 这个说的这个关于懂镜 亚洲战的懂镜 怎么才能懂镜 这个前一个视频说了 大家可以翻回去看 今天我们是回答这个朋友的留言 他说推手的时候要懂镜 自己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镜的问题 今天我们回答的是要懂镜 这是我说第二遍第三遍 要懂镜 但是我要今天 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聊的是什么 聊的是我们不仅仅要懂镜 要懂打拳的时候要懂镜 而且要知道自己打拳的懂得这个镜 是对的还是错的 怎么办 谁来见对 谁来判断 对不对 通过和别人推手的对抗当中 体会到自己打拳的镜 对不对 检验 要通过检验自己的体验 是正确的 是对的 如果在通过推手 感觉自己的体会 自己的打拳的镜是错的 那你就要改 那就是要改正 所以我们说自己打拳的懂镜 和推手的懂镜 那么反过来讲 没有推手的这个懂镜的话 不通过推手懂的这个镜 自己打拳的这个镜 不通过推手来检验 你不能叫做真正的懂镜 你不能叫做真正的懂镜 真正的懂镜 所以我们说 我今天聊的这个懂镜 就是这个回复这个朋友的留言 这个朋友留言说 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镜 那么实际上呢 他问的这个问题 正好是倒过来了 其实呢 你打拳的时候不懂镜 你就不可能推手的时候懂镜 不可能推手的时候 你推手的时候就已经 如果推手的时候是懂镜 你打拳的时候一定就是懂镜 就已经懂镜 不是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镜 它是一个倒过来 这顺序的是有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问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 其实呢 你推手的时候要懂镜 打拳的时候要不要懂 这个问倒过来 问颠倒了 其实呢 你打拳的时候不懂镜 你推手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懂 它是 推手的懂镜 是在打拳的懂镜的下面 也就是打拳的懂镜 是二年级的话 那么推手的懂镜 就是三年级 它在后面啊 你学的内容在后面 那么也就是说 加减乘除 你这个加减 加法减法都会了 你成除才能会啊 你不然加减 加法减法不会 你成法除法不可能会啊 就是说你推手的懂镜 如果会了 你打拳一定是懂镜 一定是懂镜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回答的是这个朋友的留言 这是一个 好 下面呢 我们回答的是下一个朋友的留言 另外一个朋友呢 他在留言中这样说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说 我们平常说太极的思维和正常的思维是相反的 我们正常的思维只要是用来想太极拳就是错的 这是我们在前几天的视频中间强调的 每每个视频几乎我都前几天每个视频几乎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不理解这个你就无法理解太一拳了 那么这个实战当中他这个朋友留言是这样的 他说在实战当中用不用相反的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练拳的时候 平常人说练 练的时候要刻苦锻炼要用劲 可是太极拳相反 他要服用劲 他一点力气都不需要去练 才能练出功夫 那么这就是和正常的思维是相反的 那么这个朋友他提的问题是在实战中 在实战中要不要用相反的动作 相反的这个东西思想思维去用去做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在给他的留言下面 我就明智给他一个回复 我是这样回复的 我是说太极拳的功夫上了身上 你在对抗当中 在应用当中 在实战当中 他是不需要你用脑子去想的 你的功夫在身上 他就是那样的 我们理论上不谈 那也就是说 在实战中他就是那样 他必须是那样 必须是那样 必须是那样 所以我们说思维相反 锻炼的时候 或者是思考他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是相反的 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一个是相反的 我们讲在他提的实战中间要不要相反 不存在他这个问题提的是不存在的 你在实战中间你不可能不可能说我要用相反的动作去用 没有这个说法 就是你平常在练了太极的功夫上升以后 我给他留言 是太极功夫一旦上升 终身不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太极功夫在身上 你一动他就是那样的 他就是那个样的 他不是 他是不会退的 你时间长了你不练他 你不练他这个太极功夫也在身上 也在身上 终身不退 就像你比如说我们骑个自行车的话 一个人一旦会了自行车 你不管多少年不齐 你都不会忘 不会忘了 只是你熟练不熟练的问题 你不会忘掉他 不会忘掉他 不会忘掉他 他是一个技能 他不会忘掉 或者说 或者说 多数不会忘 说客观一点 那个别的人也许能忘 但是我不相信会骑自行车的人 就像我们从小 我们小孩子一两岁的儿童 他学会了走路以后 你说他哪一天忽然把走路忘掉了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听说过有人把走路忘掉了吗 没有吧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走路 我原来学会走路了 现在忘了 忘了怎么走了 不可能 那么一个一两岁的小孩 他学会了吃饭了 学会了吃饭 他知道这个嘴在这个地方吃饭了 你说他忘掉吃饭了 忘掉怎么吃饭了 他是不可能的事情 太极拳 走路和吃饭这个东西 就是人的先天的东西 先天东西 那么这个先天的东西呢 太极拳追求的是什么 太极拳追求的就是先天的东西 他追求的先天的东西 你说我们把后天的东西丢掉来追求先天的东西 那么太极拳的功夫一旦上升以后 就是把先天的东西收回来了 他怎么可能忘掉了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你不相信他 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去抬杠或者找一些科学的理由去去拨斥他 去反对他 那你永远也得不到太极的东西 你不知道太极是什么 你不管你说的天花万岁 你是不知道太极是什么东西的 说那个是没有用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聊到关于这个懂静 那么一旦懂静以后 你在哪里都懂静 你推手如果动静 那你打拳也是动静 你懂静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聊 欢迎大家留言 欢迎大家提问 谢谢大家的信任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订阅 好 再见了